我们会以 比如说公司的同事 大量的他们各方的意见 来去了解我们自身的这个作品 到底是比较倾向 什么样类型的人或怎么样 陈丽也是一样 我从来不会 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个人听 也不给公司同事听 比如说气宣布的主管 或者是什么 不会 都不会 我就是写 然后我自己听 家人也不准偷听 这个 比如说家人应该有吧 比如说你做好一首demo 你觉得这个歌 就很兴奋 会分享给你的好兄弟们听吧 我先做一首歌 比如说我设十几个小时 做完了以后 因为我会隔一天 自己再去那个棚里听 因为当你听到的第一个感觉 那个新鲜感 我要看到有没有打动到我 听完我都OK了 我会让不同年龄层的人 朋友去听 爸妈也会听 对啊 就所有人都听 听完以后 看他们 为什么要给他们听呢 看他们有没有感觉到 我感觉的东西 了解 就是看看每一个人不同的反应 可是你好特别 你真的都不给人家听 给他们家听没有用 对大家不太会给意见 你会觉得大家都会不会说实话 大概是 我觉得大概是 在你面前不会说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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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